每年的5月份 全球各地的登山爱好者呢 都会聚集在尼泊尔 想要挑战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朗玛峰 那然而早前却发生了非常可怕的景象 由于大批的登山者呢 抢着要登顶拍照打卡 导致登峰之路呢 大排长龙寸步难行 很多经验不足的登山者呢 在缺氧的情况下白白送命 那目前已经有11人死 也是自2015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有登山者呢 就把矛头指向了当地的旅游局 过度发放登山许可证 给予那些不符合登山标准的登山客 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悲剧 雪白的尼泊尔珠穆朗玛峰 是许多登山客的梦想之地 不过近期却因为登山人数太多 导致寸步难行 大家都只能够紧紧地抓着绳子 吃吃地站在山坡上等待 其中一名从珠穆朗玛峰折返的登山客 就忍不住抨击那些没有经验的登山客 罔顾其他人的安全 另外也有登山爱好展认为 如今攀登珠穆朗玛峰 已经演变成有钱人之间的游戏 甚至还抨击当局发放过量的宫顶许可证 然而尼泊尔当局还是坚持 他们不会限制登山客的数量 尽管如此当局也表示 登山客的安全依然是优先考量 但由于宫顶区地势险峻 非常难进行人为管理 因此当局计划在珠穆开拓新的宫顶路线 避免拥堵情况再次发生